在志工指导下小育儿们又是跳舞又是唱歌 用具体行动表达感谢 因为赵农发慈善基金会方面捐这一辆全新的乡型车 给小育儿社会福利基金会作为交通车使用 小育儿基金会他们有一个梦想之家距离比较远 那我觉得我们需要提供一部车子 让他们小育儿来往之间可以更安全更方便 那我觉得小育儿一直在照顾这些小朋友 我个人非常的敬佩 我们赵农发慈善基金会也希望可以尽我们的力量来帮助他们 这辆交通车被命名为快乐号 创立小育儿社会福利基金会的董事长赵玉琳 对赵农发慈善基金会雪中送炭的善行义举非常感激 有些家长有时候生病什么的 有些家长没办法出门 那小朋友也没办法自己出来 所以交通服务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吴董事长还有张荣发慈善基金会 在那么多年的帮忙之下 能够今年在大家疫情这么 就是我们真的今年我们的营收真的是蛮悲惨的 所以我们在这么困难的时候刚好我们吴董真的是 真的是很感谢他们真的真的 如果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还蛮欠缺这样子的一个交通工具 协助举办这项政策仪式并招待小育儿们享用大餐的金融长荣 贵案酒店方面也很开心可以共襄盛举做爱心 基于厂长企业本来就是对社会福利的一些贡献都会积极的去争取 那这是因为藉由我们张荣发慈善基金会他的捐赠活动 那我们做绵薄之力来提供场地跟一些其他的辅助 来让这件事情能够更完善的一个举行 对于张荣发慈善基金会的帮忙 小育儿们也在卡片上面写下感谢祝福的话语并大声说出来 据了解小育儿社会福利基金会 目前共服务30位左右的心智障碍者 基金会方面希望透过教导小育儿学习餐饮服务及糕饼制作等技能 协助小育儿自立自觉在地终老 也呼吁社会上能有更多三星人士响应张荣发慈善基金会的爱心 支持小育儿透过自己的力量安心生活勇敢祖梦 梦想成三星人士响应张荣发慈善基金会的爱心 记者张祈腾接红报道 好了 以上 好